那接下来,在分数出来之前呢? 企鹅娘要向大家介绍六位可爱又漂亮的妹子们 她们来自雨仙哥的世界 听说她们今天有带着很好听的歌要献给大家呢 不过老样子,让我先过去找下她们吧 普林斯,麻烦了 诶,普林斯,你变成漫画书干什么呀 啊,呃,呃 让我们掌声有请,SN48 Alle ZYP 好好的,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SN48 ¡48!来到我们现场 主要是做我们雨仙哥这个相关的跟粉丝的一些互动工作 那么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宇仙哥这本漫画 那么宇仙哥漫画是夏天岛和SN48联合出品的作品 是以我们SN48成员为原型做的同名漫画 目前在我们的腾讯动漫连载 那么我们这六位来自SN48的人气角色 在我们故事里边也是主要角色 他们分别是李毅童 曾燕芳 陆婷 万丽娜 龚思琪 徐子萱 再一次掌声送给我们的SN48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看到我们这边也是代表粉丝问六位几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想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好的 就不一个个介绍了 一起介绍 那我们就一起介绍吧 大家好 我们是SN48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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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以现实艺人为蓝本 再进行真人属性的二次元设定和创作故事 这样的合作呢 比较的新颖 但是风险比较大 你们会不会担心 就是说是自己跟故事里边的人物画出来会有些偏差呢 我觉得我们因为这个漫画里的人物是以我们为蓝本制作的二次创作的形象 所以说有一些偏差应该也蛮有意思的 大家觉得呢 其实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作者也挺了解我们的 按照我们个人的性格和属性来描绘的这个所有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 对 相信只会更好 对 对 跟我们现实一样好 好 那么我们这边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雨仙哥以后会拍一个剧或者出同款的手游吗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 很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合作 因为雨仙哥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然后如果说拍一顿电视剧的话 希望我们能可以就是以一个不同的角色生活在这个剧里面 大哥染个黄毛 我染个粉毛 那一定 对 怎么不是我们 那么也希望我们粉丝们一定要时刻关注 多多期待 那么今天我们SNH48来到我们现场 是由给我们现场的粉丝们带来什么表演吗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公主披风 好 请我们SNH48到后台准备一下 我们先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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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H48 我们先订阅一下 我们先订阅一下 程度看 我们先订阅一下 可以和我们夜间 边的谈关 我们先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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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k案 通脑 本号 作曲 李宗盛 当我在跳跃 你眼神在流连 就把我的侧脸 变成一个焦点 弹剑架声覆盖了你 忘记的那一张不可怜 担心以后的威胁来 点亮再一遍 左手不笑 右边挥手 不啰嗦不惶恐 为公主挂衰之后 一步悄悄 还也不副手 没有成王怀孔 看红色蜜蜂共红 看红色蜜蜂共红 也不副手 没有成王怀孔 看红色蜜蜂共红 掌柄 TALA TALA TALA